英国殖民下的香港是什么样子? 2019年8月31日由方圆论坛发表于《历史》,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户友领土, 但从清朝开始却一块一块的被英国侵略者侵占 沦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最早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在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在该条约中香港岛被逼吸养及了英国侵略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在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又在英国、 法国、俄国三国的强壁下签署了北京条约。 在北京条约中清政府又被逼割养 九龙半岛界限界二南地区及英国。 在1898年6月9日, 英国侵略者又强行和清政府签订了新界租约。 在条约中英国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界二北, 深圳河二南的地区以及二百多个大小岛序, 早期九九年。 至此英国侵略者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共占有包括香港岛、 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 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才重新回归中国。 在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 香港人竟受了各种屈辱和歧视。 当作英国人殖民香港的时候实际上和英国人殖民印度、 新加坡等地区的政策是一样的, 那就是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政策。 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华人地位十分低下, 在当时香港的某些区域是不允许华人进入的, 比喻当时的一些特定机构和白人聚居区域都是华人的禁地。 而且在1904年, 港英殖民政府还通过立法, 禁止华人住在太平山山顶区, 因为那女士专属白人的区域。 而且屡次的排斥华人压迫华人的立法经常会出台。 其实我们通过一些影视作品也可以了解到 当年英国人殖民香港的时候华人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 比如英国人殖民香港时期就从警察部门来看, 华人基本上全部充斥在最底层的岗位上, 做着最危险辛苦的工作。 而管理者中高层基本上都是英国人, 他们坐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好不协议, 当时的所有港英政府的任命全部由英国政府 或者港英政治直接任命, 完全就是一种独裁。 在英国统治时期, 香港人没有普选权, 议员以及其他官员基本上都非民选。 也就是说当年英国殖民者根本没有及过香港人民主权利。 之前看过媒体采访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访谈。 在访谈中马丁雅克表示, 在当年英国殖民香港的155年时间内, 香港人基本上就看不到任何民主的影子, 更别说人权料。 由此可见当年港英政府对于香港人实际上就是奴役。 从语言方面来看, 香港的主要用于是中国地方性语言之一的粤语, 而英国人侵佔香港之后也是着去改变这一切。 当时在香港的一些高端场所必须要用英文来沟通, 比如当时英国人在香港建立了唯一的一所大学, 其官方售课语言就是英语。 最初成立大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英国人自己学习,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希望从香港选拔一批优秀者进行培养, 潜移密化的努力影响他们, 使他们使他们有认同感、威俗感, 但最终的目的英国人还是为了影响他们, 努力他们罢了。 在香港没有回归之前, 历任香港总督的第一要务就是效忠女皇替女皇努力殖民香港, 香港对于英国来说就是一只每下金蛋的金鸡, 英国人需要香港来获得足够的利益, 但香港具体会怎么让英国人压根而不管, 就更别说发展香港了, 为什么当年香港黑邦涉约贪污成风呢? 而香港平民又饱受摧残而无人问津呢? 就是因为港英政府的不作为, 他们只在乎能从香港略夺到什么, 而不关心香港人怎么让, 从电影《闭豪和雷落传》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整个贪污体系的最高层就是英国殖民者, 这么一个贪婪无盗的殖民政府, 你能指望他及香港人带来什么好处吗? 甚至于当年黑邦和警察压迫, 抹削平民就是港英政府在背后指使的,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香港人理说惨不惨, 现在一世不知所谓的废青想要脱下父子跪在地上 重新向曾经的主子姚美黑年的丑态实在是不忍直视, 堂堂正正的人不做, 非常当奴才, 这癖好也事没睡了。